程式设计027 今天做的是把026的程式码汇入到Excel 在Excel执行财务运算 同时我们来开始熟悉Excel的指令 譬如说我们把每一个二分法的中间过程 全部输出到Excel的储存格 然后我们就会逐渐的顺便要熟悉Excel 我们要花在Excel的时间会比较多 因为Excel的计算功能很强 我再讲一次,今天是要做Excel 之后也都是Excel 今天是潘宏佑继续当我的助手 画面上看到的是程式设计026 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是做相同的功能 只是说我们要改成在Excel做 那所以你可以在Excel打开VBA环境 然后把这个程式 把这个程式一直看起来好像有点又抽又长 把这个程式复制到Excel的环境 来做Excel的环境 记住要从这边开始 Dim,Dim,Dim是什么东西 Dim就是宣告变数 我们这边顺便再写一下 就是你是从Dim开始 Dim,Dim就是宣告变数形态 好,那我们也可以比较正规的做法 就是用正规的做法就是汇入 汇入那个表单 汇入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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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汇入了 汇入表单 表单 或模组 那我现在先利用这个方法来做 好,那我们现在先打开那个Excel Excel Excel 一样需要出现那个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 如果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怎么办 跟那个开发人员没出现 没出现的话 跟获得的时候状况一样 打按那个档案 然后选项 选项 选项那个制定功能区 制定功能区 把开发人员打勾 开发人员打勾 然后按确定 这时候呢 就是有开发人员 接下来就一样 到VBA VBA VBA 我们就看了一下这边VBA的物件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档案汇入 汇入 汇入 汇入呢 假设你之前的那个有存起来 像我存起来就是 那个 叫做UserFonds 我取名叫做026 档案名称叫026 另外一个档案 它是 就是FRX 就会出现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 然后开启 开启 然后这个表单 表单就出来了 这个表单 入色方位 然后呢 我们就执行 执行 就直接在这边按执行 或者那个 直接按执行 我们先直接按执行 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年 那我们要求利率 就求利率 就是年 或者是月 月 那现在我们来假设一个状况 就是月 月 然后那个总共是一年 假设就是一年 那贷款限值是100万 100万 100万呢 然后那个 你分12月还 12月还 每个月呢 你要还 9千 9千 9百元 100万 加了 100万 100万 123 456 假设100万 贷款 100万 每个月要还 9万9千元 9万9千元 123 各十百千万 9万9千元 然后呢 要还 12个月 这时候呢 利率是多少 这是不是 100万 那我们来按一下 可以计算一下 利率 总共他计算了100次 利率是那个 33 33% 年利率是33% 有这么多吗 我看一下贷款限值是 100万 然后每个月还 有没有 各十百 9万9千元 有这么高吗 那如果说是每个月还 9万块 各十百千万 9万块 我们看一下利率是多少 算16 14% 9万 有哦 可能这么高 那个 为什么 因为你9万块 有没有 100万 还9万块 我们这边就 直接来计算一下 就是100万 就是说 有没有 确定 结束一下 直接就按结束 就是说 你那个 如果说是贷款 100万 如果说我们用我那个 来算一下 贷款 100万 然后那个 总共有12期 每一期呢 你要玩 9万块 9万块 9万的话 就是9000 那你限值是100万 1123456 然后这么多 可是呢 你是每个月还 所以你要乘12 还真的这么高 14% 贷款 所以刚刚那个问题 14%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要算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 也顺便做一下 然后那个 使用Excel 一样 你要养成习惯 就是做注解 先有没有 加上注解 这样的话 让你的那个问题 就是一目了然 像这个是14% 14% 那如果说我们就是贷款100万 每个月如果你是还那个 9万9千元的话 哎 9万9千元 这边一样 就是每个月你是还 9万9千元 还12个月 真的是33% 那我把它那个改成一下 改成那个 数值 用百分比 这个Excel一定要很熟 因为那个你们 出去就业 那个每一台电脑上面都有Excel 所以都没错 好 那那个 顺便讲一下就是 如果说你直接要在开发人员上 使用巨集 这巨集就没有巨集 因为你只有表单而已 所以这个做法 还是跟当初在那个 Word的时候一样 你把它叫出来 然后干嘛 就是插入 插入那个模组 写一下 就是直接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写 就是我要写一个那个 忽城市SUV 那叫做什么名字 叫做那个 王八蛋 不是 王八蛋 就叫王八蛋 有个副城市叫王八蛋 这个王八蛋呢 就是把你的user 方腕给秀出来 有没有看到 就这个user方腕 上面看到user方腕 那时候呢 你要那个执行开发人员 你要执行巨集的时候 就有王八蛋出来 你就可以执行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一样 是算利率 如果说那个 譬如说假设 20年 然后是月 然后借贷限职 是借贷那个 我讲我的故事好了 我当初是借了 那个550万 那每个月呢 我只还25000元 25000元 那我们算一下那个 那个利率是多少 确定 怎么算那么多 对 8.79 那时候我是台湾史上利率最低的时候 在2012年的时候 我借贷 我每个月只借550万 只管这么多 好 那那个我们把它那个结束一下 好 现在时间是那个 几分 敲钟敲个屁超死的 4.10分 4.10分 现在是12月2号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那个我们计算的时候 把那个中间结果 算出来 就是那个 按一下那个计算两次 然后就利率 利率 然后把这个 这个整理一下 就是这边 call 有没有 主要的程式在这边 就是命令按钮1 然后呢 如果说按命令按钮1 然后你是选择那个 我把它叫出来 就是对应一下 我利用那个 这一个 利用这个 把它叫出来一下 这是026 有没有 好 这边 好这边 就是那个 诶 那个 叫出来 表单 对照一下 这表单 萤幕有没有 这个是那个 按下 按下命令按钮1 命令按钮1 就按下 按下来的时候呢 你就是 选取那个 索引标签 这个叫做 tap 就是索引标签1的值 值 值的话呢 是0 0的话呢 就是这个 计算利率 就是你按下这个 然后接下来是 年数 限值等等 那我们现在要处理 就是这个 计算利率 我们 那个 这边 j 就是统计二分法的 使用次数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就是把中间的结果 输出 输入 来 来 我就在 就在这边 就开始写了 就是cell 那个是1 1 cel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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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 等于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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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然后 cell 我现在要把它复制好了 cell1 是次数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个 就是把结果都放在那个 是 这个是那个 下限 就是 等一下我先想想看 下 上限 上限 然后这边是下限 然后这边是中间 中间 三是中间 三是中间 三是中 二分中间 那这边是要做什么呢 做什么 反正就执行看看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就是那个 先 那个利率 我们一样算利率 假设就是一年 那我们借大概100万 100万 那个每一期呢 是还 9万 9.9 9.9 就是338 有没有 次数 次数上限中间 是放这一个 怎么没有下限 所以我们就知道写错了 因为下限被取代了 然后我们回来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 这个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cell1234 1234 就是1234 就是 那个是 我这边写一下 就是在 这边一样 注解 再注解 写在这边好了 储存格 储存格 1 1 放 入 的 文字 文字 那当然这边就是 储存 这下面是什么意思 那这边下面就是 储存格 1 那边是1 1的话 这边这样就是什么 12 储存格12 放入的文字 12放入的文字 好 依此类推 可以了 那 接下来呢 我们那个 重点 重点在这边 就是我们要把中间的结果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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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输出 输出 那我们再 那个 再 再一个东西 好了 再一个东西 就是 那个 对不起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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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那个 13 14 15 好了 15 15 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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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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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马上就知道了 好 然后在这边就是开始就是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每一次执行的结果 我们要把每次执行的结果 我们要把每次执行的结果 把它放到那个 放到 对 除村隔去 我们写 再写在这边 好了 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 就是那个 计算次数 我们不是有出现计算次数吗 这时候那些计算次数就干嘛 不要了 不要了 这边有没有 本来有输出计算次数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要了 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那个 多路河里面 每次计算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计算的结果 有没有 都放到来 放进来 放进来 就是那个CELL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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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第几列 我们就是计算 每次我们计算次数是用J 对不对 J给它J加2 因为你是从那个 J等于1开始 所以加1就可以J CELL 就J加1 然后第一呢 是 就是等于J 等于J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COPY COPY 2 3 4 有没有问题 对不起 我在录影 不是在上课 不需要问你们有没有问题 那那个 J等于2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上线 上线 上线 也是先写下线 等一下改成下线 U 然后那个DUM DUM DUM 我们先那个应该把它先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对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在这边 放在前面 应该要放在这边才对 来 放在这边 就是那个中间的结果 中间的结果 有没有 放在那个 放在这边 然后 这个等于 再多一个变数好了 一个变数就是 Diff Diff 就是Diff 然后那个就是在这边 就是要等于 Diff 什么是Diff 就是 在这边 Diff Diff 等于 A B S F D F M 就相差了 我们本来也不是这边有那个 Diff F B 这个就不用了 就是取代了 取代这个Diff Diff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看看 执行看看 我们示范一下在这边 聚集 来 执行完八战 然后 我们要算利率 利率 那现在呢 假设就是你要算利率 假设你年是那个十年 年 就是一年 然后是月 贷款呢 是贷款一百万 每个月呢 还是还那个九万 九万 一百万 九万 还十二个月 那你算一下你的利率是多少 我们就是 按一下计算 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就是 那个 就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说 这个应该 有没有 计算最后的结果 这Diff 是有错误了 这个差距 就是说把中间的结果 全部就是给它 那个秀出来 那如果说我们各级金流 再少一点 不要少 就是 我看一下 八二十六 八可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十二乘上八的话 不到 所以就是 比如说是八点八 八点八 八二十六 九六加九六 八点八 我们试试看 就说利率就 10%就比较合理一点 中间的结果 我们结束一下 意思就是说 中间的结果干嘛 会跑出来 跑出来 我看一下 就是最后的结果 就很精确 精确 就刚开始的时候 利率是上限下限 等一下 这个给它改掉一下 这是那个 数值 有没有 数值 这是数值 然后 就是这样子 小数位数是0 好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在这边算 把中间的结果 有没有二分法 就最早的时候 就是上限是0 是1 然后我猜 答案就是0.5 0.5之后 接下来就是上限下限 是变成 我把这个反办 就是上限下限 就是变成是 1跟0.5 那我就猜0.5 0.25 0.25 猜完之后呢 结果我发现上限跟下限 就是0.1 就是这样子 一直中间值 中间值要猜出来 然后这个差距 差距这当然是有错的 我们来去那个 马上就去看一下 那个程式 程式 程式 我这边 就计算 我输出有没有 DIFF 有没有 这个是DIFF 有错 错在这边 DIFF 不是 不是啦 那个是DIFF 对不起 我是要 不是FD-FM 差5.6 还是有点多 这怎么回事 这个当然是有点 那个 出错 有点出错 那我们 那个 还是一样去改它一下 开发人员 然后这个聚集 差距是DIFF 是0.5 5.6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应该是 那个 差距5.6 这5.6元 有问题 不应该差这么多 你这个DIFF DIFF 然后 因为这个 我们已经设DIFF 等于FD-FM 我知道哪边错了 这个 这一段不应该在这边 不应该在这边 DIFF 应该要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才对 DIFF 应该要放在这边 那所以 对 因为你应该要用 新的解符 这边才对 那至于说 我们就再来执行一次 就是 然后我们要求利率 就是说 如果假设 你贷款一年 然后是贷款 那个100万 那你每一期 是还那个 8.75 好了 就是87500元 那我们算一下去月 贷款 你跟银行贷款100万 每一期 我看一下这会不会错 就错 这个错 因为这个就明显错 为什么 因为你还的钱 有没有不够 这个就错了 这个当然 还是一样 以后城市要修改 因为你还的金额 不合理的时候 有没有 城市间 那个你的城市就秀斗了 我们再计算一次 贷款100万 然后每个月还8.8 对 100万 然后9 等一下 我这样看 贷款100万 每个月是还 我们再计算一次 每个月还100万 第一 然后每个月还100万 这个 我看一下年数月 算年利率 那如果说我们是贷款100万 每个月还10万的话 这就是城市错误 我刚刚有地方弄错 那在哪边弄错 一定是那个 刚刚 那个 这边 刚刚这边 那个 有东西 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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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一开始 没有设 就是那个 DIFF 你不应该把DIFF 拿掉 DIFF拿掉 就是 你一开始有没有 因为DIFF是0 你没有设DIFF 在这边 你应该一开始就写DIFF DIFF 这边 就所以你要再多写一次 FD-FM 这边 有没有 因为有没有 我再写一下 我直接写在这边 因为 如果 如果没有 在回圈前 那个 计算 计算 则 被当作0 你就是那个 被当作0 被当作0 那个0 就回圈 就不会执行回圈 就不执行回圈 就会不执行回圈 因为我们说这个回圈 有没有 看一下这个回圈 这回圈你要执行的条件是 有没有 DIFF一定要大于多少 0.000 这太多了 根本不需要 有没有 因为我们刚忘记了 这一个 然后所以他就错 所以那时候 我们可以来再执行一次 我们要求利率 假设就是一年 我们贷款100万 每一期还 88,000元 那我们每一月都还 那我们算一下 这个利率就是9.375% 然后他回圈 总共执行几次 执行了 算到我看一下9.375% 好我们结束一下 还有这个应该要 每一次执行之前 应该要把那个 回那个 这个全部有没有 清除掉了 清除掉 你清除Excel的指定怎么写 简单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第一个你可以在Google里面写 说我要清除Excel的指定 不然的话就是干嘛 来开发人员 录制 录制 录制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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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取消 我们就直接到编辑 就是这样 就column A到E select 选择下来的话 然后把它干嘛 selection 这个应该不用 cleared 折掉 有没有 这个就是这个距离 所以我们就这样 就把它干嘛 复制下来 成做C 其实这个就干嘛 你已经烧了 靠北 差一点 我是要把这个删除了 有没有 要删除 因为已经被利用完了 就把你甩掉 是否会出 不需要会出来 因为我已经把你的东西都学会了 那所以那个 每次执行之前 有没有 先在那个 在哪边 在这边 在这边 先那个 这边我直接写意思 就是清除掉 清除 清除 蓝位 蓝 A 到 A蓝 到 蓝位 到 蓝 蓝A到蓝E 这边写蓝A到蓝E 然后呢 那个 我们现在就马上 再来做 那个执行 就是开发人员 然后聚集 然后那个执行 那我们一样就是 刚刚的例子 利率 只有一年 然后我们贷款 100万 100万 然后各企金流 假设你每年还8.8万 然后买一下计算 结果没想到 这么快 就算出结果了 就是 那个 9.375 就是 那个 9.375 所以你只计算 那个 几步 就出来了 怎么算这么快呢 我先想看 9.3750 上线 下线 这个我再去要查一下 就是 几步而已 就出来了 01234 四步就计算结果 有这么快吗 这样人很怀疑 我们再计算一个好了 然后那个 再计算 好 那如果说你是每个月还9万的话 那你的利率就是 那么多 然后再计算一次 好 中间是9.375 上线下线 中间 好了 我们多少有点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去修改程式 这一单元就是先大家练习一下 说可以把中间的结果 有没有 计算出来 那这错 错的话呢 这正常 我们等一下再来改 然后结束 然后这一节呢 就